嗨我是向考 我可以很老實講我是這片是來XXX 好啦我就是雖然說年中還沒發 然後還沒過年但是迫不及待就買了新設備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我應該講了兩年了吧 從去年的年中之前就開始講 然後講完之後發現年都買不起 買了不及其 今年真的受不了 因為我想要用Final Top 所以就把它買下去了 分析 我問過ISAC的意見 我買的是他就是官網上出的整新品 然後他是 他規格是今年7月的出廠的Mac 然後我買的規格是13吋的 然後 記憶體我是選16GB 然後內存256 沒錯 這個主要 目前我了解到規格就是這樣 i5還有他的那個 他是i5四核型的這樣 我想說 那個剪片的話應該 這規格還可以還可以用吧 然後 播雲見日 這是我學到一早 然後 我就覺得Touchbar好像很炫 但是我不知道Touchbar可以幹嘛 但是我怕我買沒有Touchbar的版本 我會覺得後悔 所以我就買了 就是Touchbar它上面這裡有一條有沒有 然後它這個是觸控的 然後它可以 你在不同的層次還是App下面 它會有不同的功能這樣 比如現在我是在瀏覽器的介面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搜尋 然後回到首頁啊 那些一些基本功能 相對 可能會 實際使用應該會 熟悉應該會蠻方便的吧 然後這有 然後然後再來 它的蘋果Mac的特色 不是就有一個這個觸控板嗎 觸控板有一些 手勢啊什麼的 手勢可以取代 就是滑鼠有沒有 所以其實不用再另外用一個滑鼠 不過我現在還在摸鎖階段 所以還是沒有很熟悉 所以這可能要請 請教一下艾薩克要 哪些一些基本的用法這樣 OK 目前就這樣啦 然後因為想要 我除了買這個 還買了 最重要的它的 那個 Final Cut 我覺得Final Cut的話 介面來說 它可能 我覺得 目前這樣覺得啦 可能比PR好上手一點啦 比較直覺啦 它 再深入一些體驗 可能還要再摸鎖一下 就是用了Final Cut 可能 這一片可能會用 Final Cut剪看看 不行啊 我用這個剪的話 我不知道哪時候可以出啊 好了 這個Final Cut部分 就先講到這裡 我現在 遇到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它的這個 接口啊 整台機身 它只有兩個 Type-C的接口 然後我現在 因為 之前都用Windows嘛 然後又是 都是用USB的介面 所以我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的USB 沒有辦法 跟這個連動 連不上去 然後我去 去查一下 那個 Type-C 轉Type-C的 的那種轉接啊 價格都不是很便宜 所以 所以 我還要再花一些錢 讓我的工作更加順暢 好吧 目前就先這樣 先這樣 掰掰 掰掰